谁是我的哥哥 他不是我哥哥 我们俩差不多 还比较大一丢丢 我喜欢飞的感觉 Hello 阳城晚报 小阳审骗室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黎同 正在爱奇艺热播的 《剑王潮》当中 扮演的是长孙浅雪这个角色 听说最近多了很多 外甥和外甥女儿 今天小姨就带大家 去江湖上走一走怎么样 李依桐 一个承包了一半 在播大热古装剧女主角的名字 2015年 她凭借遗正的扮腰青城出道 2017年 蒋家俊版《射雕英雄传》里的 黄荣一绝 令她打开大众认知度 来到2019年 和邓伦合作的海棠经理 胭脂透 和罗敬合作的贺利华亭 以及和李宪合作的《剑王潮》 相继播出 三句扎堆 给李依桐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却也伴随着 谁带都不火的质疑 我就是觉得这么想的 我就不是说是去怼的 就是我也是在 晚上睡不着 发了一条微博 然后我就抽取的 那个朋友们去回复的 我其实真的体寒 我现在手巨量 感觉我就是 有那个体质吧 再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不是说是 接某个角色 是为了让她 达到哪个地步 就是能活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我能赚多少多少钱 我能到达哪个线上 我还是忠于 我喜欢这个事业 喜欢这个角色 我想要去享受她这个过程 而不是说 她能给我带来 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一直都觉得 想太多了 人就不纯粹了 就是你所表达的东西 也就没有这么的纯粹了 我用三个词概括 她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是一个简单美人 是一个善良的人 最打动我的是 她就是在剧中 都是形容 她是一个冰山美人这样子 然后处理任何事情 好像是都很冷血 但是她其实是因为 她在她的过往 曾经当中 有受到过伤害 所以她会用一个 巨大巨厚的壳 来保护着自己 可是她内心 是非常简单和善良的 我觉得有一个 这样的不同的冲突 就让我就是 很有欲望去演艺她 浅雪她是自始至终 除了到后面 叮咛告诉她 就是曾经的梁静梦 她是一直不知道的 她就一直觉得 这个人是她的外甥 然后是从小待到大的 是非常非常亲近的 一个亲人 可是她是 在若有若无当中 她会感受到 这个人很熟悉 又有梁静梦的影子 所以她也是 有一点点 模糊了自己 可是 丁宁那边 是自始至终都知道的 这两个人的关系 很有意思 李伟 李向老师 就每天都挺 她其实是一个 挺欢托的人 她在剧中是那样一个形象 但下来的时候 她可能也是 调剂一下 现场的一些情绪 都还是挺可爱的 好多外甥外甥女儿 是不是 感觉好幸福 很骄傲 对 多了很多亲人 亲戚 拍子熟没有 我觉得挺可爱的 因为她分三个阶段的 就主要是两个阶段 一个是有刘海的 有一个是有后期的 全部搂上去的 都各有各的 好好看 这点吧 更敏感了 其实现在已经延伸到生活当中了 其实以前我有点像前雪这样 喜欢有一颗包着自己 然后现在我更愿意 打开自己 释放自己 然后会给自己找一个出口 我一直觉得机会也好 机遇也好 就是不要把它寄托于 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一个角色 你真诚地对待你每一个角色 你做到最好的自己 然后你保持着你所谓的初心了 我觉得机遇是自然而然会来的 当然期待更多更好的角色 不一样的角色过来 我一直说我这两天 就看虐的看太多了 我希望接下来就是 有一个轻松甜蜜快乐的 就阳光一些的角色 他不是我哥哥 生活当中也不是 我们俩差不多 还比较大一丢丢 他不是我那个 我是他姨妈 我还有一个轻松甜蜜 我一直看 我不是说